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视频是一个最近被大家广受关注的一名选手也就是吴迪 BG2.0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就小八祖那个队有大B神有大妈 然后他们主要为了培养一名新人就是本场比赛主角然后吴迪 据说是一名三百英雄转型过来的职业选手 然后半年打到了天地八千分 现在是国服第九 刚赢了一场应该是国服第九 目前来说分还是挺高的 让我们来看他这场比赛有没有什么良好发挥 他是一个三号位选手 三号位选手到 到不是三号位选手其实能充分充的这么快挺不容易的 一般充分还是一二号位好充 那这场比赛让我们来看吴迪到底有什么一些比较精彩的发挥 因为这名选手李子原来也不太了解 据小八介绍是一名三百英雄的一位大神 让我们来看这场比赛他会有没有什么好的发挥 选择的是本版本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英雄小鹿 然后也是小鹿作为三号位小鹿有很出色的发挥 然后在本版本中强度也非常不错 让我们来看小鹿到底应该怎么打 小鹿优点就是这英雄输出很高 然后战装输出非常非常高 追杀能力强移动速度快 但是缺点就是自身确实偏脆弱 并且特别惧怕法系爆发 物理系爆发到还并不是特别怕 因为他毕竟有个不可侵犯 这场比赛小鹿是一个地位还是很高的 一个优势路的小鹿 然后配合海象走到了一个优势路 这边对阵的是一个小鱼人 版本之子小鱼人上一期也做过这个试验 我三个人来刚刚一个三 这边想去把一个刚三把小鹿举回来 然后拉到小鹿 但是小鹿这个血量应该是 哎这小鹿感觉要凉 被小鹿直接A到1血 这个血量还是挺难的 但海象也拼掉小鹿 还行吧 虽然自己也死 还是亏了 海象没死还是可以能接受的 但是死了就很难啊 小鹿初始移动速度 刀的数一数二 然后出门 他选择出门装是 带一些吃喝 一个就是两组吃树 一个大罐子 并且还有两颗树枝 买一个风铃之纹 为了增快自己移动速度 刀的这种游戏就是这样 要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小鹿本身是一个跑得比较快的英雄 小鹿加点方面 一般推荐大家主不可侵犯 也就是他的一技能不可侵犯 这个技能可以让小鹿变得很肉很肉 然后特别不 就是完全不具一些模仿 就是物理系输出 小鹿是一个物理系输出 打的基本上打不动 开始加血 这边海象救一手 反杀拉比克 再先把拉比克杀了 自己在这里有点危险 把加血开 就是加血回到很多血 然后这边还身上有罐子 问题不大 这一波可以轻松的逃出生天 这一波小鹿对于雪亮判断还是蛮冷静的 看出新人对于反应 就是判断反应都不错 这名新人据说打三位 有两手绝活 一手潮汐 一手人马 一手兽王 潮汐什么打都不错 英雄实在挺深的 李子看着他最近比赛记录 英雄池还可以 打的英雄挺多的 是一个小八都看好的选手 小八怎么说呢 小八这名玩家看好的选手 一般最后都挺大红大紫的 小八最后带出的一名选手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老飞昂的一个主妃 默奈 小八那时候特别看好 确实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中国这几年 没有出过特别强的新人三号位 老涅的克里斯算一个 然后在MAX表现还可以 然后在老涅以后 老涅最近也如日中年 今天2比0击败了VG 3比0打败了老飞昂 拿到两个出现名额 希望自己以后的就是 希望老涅这次出国能 要我国威 别跟强一阵 养我国威 别跟前一阵 打的瞎的不行 再来说一下小鹿这英雄 说他加点 一般都是煮不可侵犯 然后附加血 然后前期魅惑 点一级就够了 一般当个减速用 当然有时候也可以招一个宝宝 然后让自己在对线 变得更加好混 然后压人方面也都是不错 但是点高了没什么大用 一般就点一级足够了 把那个不可侵犯和加血 点满了再点 然后一般都是有大点的 因为小鹿的大招推进 是他主力输出手段 然后 就是 是他主力输出手段 打的可以非常非常的凶 线上也很强这一凶 但是缺点有时候 确实吃一些战装输出的环境 自身也比较脆弱 特别惧怕法系爆发 所以拿小鹿尽量 谢谢大家